只有是他 因為欠债 在汽車旅館 將前女友迷婚殺害 還盜領死者存款的誠信嫌犯 過往後雙腳上鋼 低頭不發抑鬱 而現在法院一審判決出爐 將他以強盜殺人罪 判處無期徒刑 就被告犯強盜殺人罪的部分 判處無期徒刑 此奪公權終身 去年7月 誠信男子因為債務纏身 他基於前女友的存款 將他騙進了新竹一間汽車旅館 下要迷婚之後 趁機偷取提款卡 被對方發現之後殺人滅口 他接著用手機轉帳 盜領十多萬元之後逃逸 期間又傳簡訊給前妻 恐嚇下一個被害人就是他 讓前妻下的是立刻報警 而嫌犯也因為另外一起切刀案 暴露行蹤 遭到警方鎖定逮捕 得知判決後 死者的家屬更是完全無法接受 只說嫌犯分手之後 還不斷地騷擾他女兒 甚至把他當作提款機 就連殺人之後 也絲毫沒有回憶 被害者家屬的希望 當然是能夠判死自己呢 我們這些被害者家屬都是弱勢 我們又能怎麼樣呢 請那個律師幫我們提起上訴 而法官認為嫌犯的行徑 還不算殘忍惡劣 執意強盜殺人罪 判處無期徒刑 但看在家屬的眼裡 確實難以承受 現在要打起精神上訴 要好好替自己寶貝女兒 討回一個公道 記者和孟謙新竹報導